50岁的福美过着单身独居的生活 最近她加入了戒酒护诸会 人过中年,虽个有境遇 但多半都会染上些不良习惯 面对此般状况,许多人选择视而不见,得过且过 只有少部分人还愿意花些力气 与长久积累下来的恶习做斗争 福美就是少数人之一 这天,她遵循戒酒护诸会的要求 却还边扔完酒在归家时,天色已晚 一个小概率事件发生在了福美身上 她驾驶的车子被一颗坠落在地球的陨石击中 这样的故事从一个中年人口中说出是不会有人信的 福美只好打电话让闺蜜阿珍来接 阿珍无怨言,丈夫却不免发起了牢骚 我们又不是随叫随到的计程车 但无论如何,她还是匆匆赶了过来 中年单身生活,还是要有一个靠得住的朋友呀 福美在镇上的毛巾厂上班 日常除了些腰腿酸疼的中年病外,也没什么烦心事 不休时,二三好友坐在堤坝上闲聊 阿珍提及福美去接酒会的事 怀疑她是为了解释男人 一旁的同事安妙也复合着 当中年人突然想要改变时 大多是因为感情之事 福美无力辩驳 厂长正在一旁打着太极拳 几个女人说起了闲话 前段时间厂长去了趟台湾 说是度假,其实是去参加了相亲联谊 她的妻子落跑了 这小镇上又没有合适的对象 便去了台湾相亲 结果却只学了这套太极拳回来 中年人遇到爱情的几率 比被陨石击中也差不了多少 但刚刚失去丈夫的阿妙似乎很幸运 她最近总是偷偷摸摸地讲电话 像是遇到了人生的第二春 而被陨石击中的福美 却依旧过着无波无澜的独居生活 爱情是奢侈品 不如先把自己的衣服运烫好再说吧 但似乎也不太顺利 每次运衣服都会不出意外的停电 福美不懂电路 便只能将就着等待房东来修 日子还真是平静呀 对了,被陨石击中这事 福美未告诉任何人 但小镇之中却还有一个人知道此事 那便是阿真的儿子杭平 这小子是个天文爱好者 福美遭遇陨石那晚 他恰好在楼顶观测着天象 福美很喜欢这孩子 自己儿子去世时也正是这般年纪 杭平最近很苦恼 身在重组家庭 他始终无法接受继父为自己的父亲 而青春期一致 喜欢的女生似乎也对他不感兴趣 不过好在还有福美这个朋友 奶油炖菜 算是剪头发的奖励了 杭平最新于宇宙 福美自被陨石击中后 似乎也对此产生了兴趣 周末两人一起开车去了海边 想找到那块太空飞来的石头 公药福被忙活了好一阵 这寻得一块符合的 还被杭平掰成了两半 不管了 先拿回去研究研究吧 1945年 一名阿拉巴马州的女士被陨石击中 引发媒体关注 后该女士与丈夫离婚 并在52岁时去世 正当杭平独坐于电脑前 认真检索的信息时 客厅传来了争吵声 继父想接受调职 独自前往异地工作 但母亲不同意 她想一家人都搬过去 孩子往往能轻易察觉到 成年人争吵的主旨 杭平明白 继父为何想着一个人去异地工作 也明白母亲为何不同意 但她不想做出自己的让步 福美带杭平去了大学的物理实验室 研究员告诉他们 这的确是颗陨石 来自于月球 两人欣喜不已 海岸边 杭平把陨石的一部分给了福美 也许该把它做成吊饰 感觉大了之后会变幸福呢 毕竟被陨石击中的概率只有几亿分之一呀 福美开心念叨着 所以你查到的那个被陨石击中的女人 后来怎么样了 杭平犹豫着不敢答话 1945年的那位女士 似乎并未因此得到什么幸福 事实上被月延击中后 福美的生活也没发生什么改变 除了外出跑步时 经常会遇到一个吹奏夜敌的男人 某日 两人又一次在餐馆中偶遇 便自然判谈了起来 分开时福美送了些自己中的苦瓜给对方 而后简单交换了名字 我叫小田无朗 今晚很开心 我也是 福美笑着回应道 中年人的邂逅 往往无浪漫可言 回去的路上 福美像是在想着什么 转头却发现好友阿妙正坐在邻车之上 重要的是 她旁边坐着一个男人 更重要的是 这男人还是一身和尚打扮 但仔细想想也没什么可吃惊的 之前三个女人一起购物时 阿妙还因买了性感内衣而被取笑 相比之下 离婚的阿真就朴素很多 如果穿的衣服都只是就近选择 那就别当女人了 大概只有恋爱中的人 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出这种话来 第二日 阿妙向福美坦诚了恋情 小镇不大 这种事情是瞒不住的 这里的人把八卦配饭吃 仿佛传着闲话 就能多吃两碗米饭 那男人是附近寺庙的和尚 阿妙丈夫去世时 就是他给念的经 中年人的爱情常常伴随着禁忌 当时那和尚诵经的声音 传到阿妙耳朵里 听起来就像调情 而后两人便走到了一起 分别是下段恋情就已开始 和尚总会说些名人名言 而阿妙经意外地受用 他并不后悔做此选择 也不会觉得对不起死去的老公 他只有国中毕业 从未离开过这小镇 与和尚交往后 他见识到了很多新鲜事物 女人无论在何处都会因为男人 而让自己的世界变得更广阔 阿妙对福美说道 福美想要表示理解 而阿妙却不接受 你最近应该也对某个男人有意思吧 你瞒不住我的 而后他孤独姿态地说道 女人和开车很像的 迟早都会让你撞车 这也是和尚说过的名人名言 阿妙觉得很有趣 餐馆中福美陷入沉思 中年人的爱意来得无知无觉 他一时琢磨不透 你有被陨石击中过吗 他问老板 老板指了指桌上 压变迁纸的石头说 有呀就摆在那呢 那有什么好事发生吗 有变迁纸因此不会被风吹走了 一个有趣的玩笑 福美却流露出几分失望来 阿妙决定随丈夫一起去外地了 自己虽然很喜欢这里 但和一个公心组结了婚 就要接受被调职的命运 而且很现实的问题是 如果两人分开生活 这段婚姻大概也就走到尽头了 某日回家时 福美再次遇到了吴朗 作为交通指挥员的他 正毕恭毕敬地接受着训斥 掩掏哈药的样子 像结了已习惯了忍气吞声的中年人 下班后 福美为他送去了饮料 两人结伴归家 一路上 吴朗不停说着各种植物的名字 但他最喜欢的还是绿草的声音 福美也试着吹起了草笛 声音不悦耳 却滑进了心里 但看到儿子的照片 他突然从暧昧氛围中醒来 放心吧 妈妈都明白 我不是为了这种事 才跑来这小镇上的 他无自念叨的 为了能及时终止 这段不切而至的情愫 福美编了一个故事 他说杭平是自己的儿子 又借用了餐馆老板年轻时的经历 编造了一个身为普京船船员的丈夫 杭平嗤之以鼻 大人们的谎言 总会在孩子眼中显出拙劣来 一个清晨 福美偶遇了宿醉的借酒会会长 他正趴在神社前的石狮子上 醉得不省人事 这般窘态 为借酒前的福美也常有 会长说 要主持借酒会这样的组织 不喝点是撑不下去的 但帮别人借酒 就是他的生存之道 这不是一份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柴事 所以他只能躲起来喝点酒 解解闷 而后再继续帮助他人 这听起来很矛盾 就像人过中年的生活 为了让福美保守秘密 会长答应帮忙把那颗陨石做成吊饰 这门手艺才是他的老本行 要是做好后 福美把他挂在了胸前 几亿分之一的概率 希望能给自己带来几分幸运 一个无所事事的午后 杭平偶遇了吴朗 闲聊中吴朗说起了过往 他曾是一名牙医 但自己也开始压疼后 便不再做医生了 医者不能自医 一个很哲学的命题 却坚持成年人面对现实的无奈 杭平带吴朗去了山中的秘密基地 一处被废弃的外星飞船警官 杭平兴奋地攀爬而上 他眼却看到 自己喜欢的女生正在此地优惠 少年人的心绪被刺痛 杭平一路哭着回了家 分别是 他发泄断告诉吴朗 自己其实不是福美的儿子 所谓不经船上的丈夫也是假的 事实上福美也不过是为了心中某种执念 而扣守着中年人的本分 但人心中的悸动 却难以掩藏 再次在餐馆门前相遇时 福美出于本能般 邀请吴朗来了自己家中 请炒空心菜 素淡地就像人过中年的生活 两人相对而坐 想人还未适应有人陪伴吃饭的情形 但一种盛色的暧昧 却在饭桌间流转开来 闪着微光的楼台上 吴朗问起福美桌上照片之时 福美带着几分悲气的笑意 平静说道 那是我的孩子 在她过完七色生日的第二天 我让她去买酱油 她不愿意 说什么脚踏车坏了 卡通节目要开始了之类的 我大骂了她一顿 她才不情愿地出了门 结果脚踏车坏在了平交道上 电车刚好经过 自那以后 福美便听不得平交道站栏落下的警告声 所以才选择来到了这处偏僻小镇 这大概也是她养成酗酒恶习的原因吧 一件很悲伤的事 但中年人却只能笑着说出口 要分别时 乌郎突然犹豫着问 关于接吻的部分 如果我问你 你会觉得很困扰吗 福美愣在了那里 不知该做何回应 乌郎也觉得唐突 慌张着开门离开 失落感占据心头 但还是要平复心情 奢侈其碗筷 此时门铃声再度响起 福美一把拉过无狼 电表失失跳了闸 黑暗中 两人安静闻在了一起 照片上 儿子的胜利首饰 像是对母亲无声的祝福 中年人的爱情不算汹涌 却也有模有样 不久后 阿妙送来了一只鹦鹉 这是和尚养的 因此也和和尚一样 满口情话 妹妹一家要来看望自己 阿妙怕鹦鹉说漏嘴 便想着让福美带养一段时日 福美无奈 值得同意下来 午后的海边 航平依旧在为随机 扶去外地之事而忧心着 他计划卖掉那颗陨石 而后拿着钱独自去美国留学 威斯康辛州 有世界上最大的折射望远镜 那里是他的梦想之地 他无法接受自己的家庭 直言 现在的父亲就是一个冒牌货 孩子的心情 却让福美发了脾气 你要是再说这么过分的话 我就不和你做朋友了 要去美国还是哪 都随便你 航平无言 事实上 基夫一直在努力亲近着他 只是他固执地不愿接受 基夫说 他从小就没见过自己的父母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因此也不太擅长处理亲密关系 我一个人去外地也无所谓的 你可以和妈妈继续住在这儿 航平没有打话 有余上钩 夫子二人露出笑意来 现实生活的和解 大概都是这般平静无声吧 黄昏 福美和吴朗走过桥头 像极了热恋中的情侣 吴朗想说说过去的事 却被福美阻止 我刚过五十岁时 幸运地被陨石击中 之后便遇到了你 只是这样 我就觉得很幸福 很满足了 大概 过往是横向于 中年人生活里的一道坎 迈过去 就意味着 新世界的大门即将开启 福美还在 未即将到来的事情 而忐忑着 回去的路上 车上的鹦鹉不停说着 我爱你 这是多么遥远 而又不可或缺的词汇 思虑片刻后 福美掉转车头 去了吴朗工作的地方 抱歉 我等不及下次约会了 我现在就想彻底了解你 两人去了出狱的餐馆 吴朗说 叶迪是妻子叫他吹的 那时他家后面 长了很多露草 只是妻子 常年为忧郁所苦 主动选择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他来到此地 也是为了躲避伤痛 但很多事终终去面对 他想要回东京去了 鹿草什么地方都有 是很常见的植物 热烈的情感加然而至 福美不知该如何作答 他向老板要了杯酒 一饮而尽 带着醉意归家 儿子的照片依旧微笑着 都结束了 辛苦你替我担心了 但都过去了 然后他摘下陨石吊坠 轻声念叨说 妈妈我呀 也算短暂地做了回女人 英武在回到阿庙那里时 一改了口头语 他不停说着 小廖 吴郎 和尚质问他 这是哪个男人的名字 阿庙不知 赌气离开 和尚不会想到 小廖和吴郎 与阿庙无关 却是福美 最挂念的两个人 阿珍一家要离开了 送别时 杭平依旧闷闷不乐的作者 福美鼓励他说 别那么没精神 我呀 决定了 要努力让自己变得幸福 毕竟我可是 被陨石击中过的女人呀 杭平露出笑意来 要分别了 拥抱一下吧 复美讲 你真的会幸福吗 就算我不在了 你也会幸福吗 杭平问道 复美点了点头 含着眼泪 将杭平拥在了怀中 吴郎离开后 小镇就再未出现过草笛声了 夜里辗转反侧 突然一阵牙疼袭来 第二天 复美决定去吴郎的诊所看牙 你帮我消除疼痛就好 只要不痛 我就能继续生活了 话中意味若有事物 不久后 复美接到了 杭平寄来的明信片 她很适应那里的生活 和肌肤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日子仍在继续 接酒 跑步 做操 一切如常 就积虑而言 复美不可能再被陨石击中第二次 但生活无法计算概率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奇观 陨石坠落 鲸鱼跃起 叹眼望去 外人也会再度出现在对岸 陨草 我很喜欢的一部影片 没有曲折的辗转 没有浓烈的爱恨 只是平静流淌的日常 50岁的人生 依旧能被陨石击中 依旧能去经历爱情 也依旧可以怀抱 我会让自己变得幸福的眼望 想想就觉得美好 所谓生命质量 山凡就见后 不过是保证糊口的手艺 保持爱人的能力 这大概不难 但很多人都会行之半途而废 人至终年 行路渐远 总会有几件伤心事 也难免会为此而养成些许恶习 但若无知无觉得过且过 生命便就此下行 只剩下麻木与琐碎 这是件值得叹息的事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 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它 人生慢慢 有许多艰涩与惠爱 眼睛常生于心间 但无论怎样 都要尽力对生活抱有 我要幸福的眼望呀 我是腾九叔啊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 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会持续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